含心如苦 哈喽大家好 我们这里是含心如苦 没错 咱俩在这儿干啥 咱俩是对你最和谐的 我觉得当时一个是隆隆又齐心 他们两个没有变声 就是声音那种贼奶滴奶气的 天天就追到你后面 就是喊哥哥的内容 太可爱了 当时隆隆怎么说 就是想买猫那种感 就是天天就是黏着你 就是偶尔那种发胃一下 突然那种急促的一种猫叫 那种感觉觉得好可爱 猫叫 拍那个一日天使的时候 然后多久了17年 17年吧当时 我刚说完介绍完 好今天我玩一个特别好任务一日天使 龙当时在这个场上走 我在地上坐 他突然看着我来了 家宝哥 然后把手中伸出来 然后给我鸡掌 哇当时 我当时整个人就话都没说 就是笑得跟个憨憨一样 你太可爱了吧 真的也是 对 我遇到这个憨憨 叫不上 我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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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见那个Lost Country的时候吗 就那个奶奶的声音 和我一声家宝哥 唉 回去 现在都变了 真的好 就是 小伯哥 声音都是这么低 小伯哥 小时候觉得 哎呦 还是觉得他们小时候比较可爱一点 当时弟弟们的脸都很好 超级好 但是皮肤一个比一个好 就是别看当时或者就是狗狗 那个很黑吗 但是真的有一说一就是皮肤 黑亮亮 对的 你捏起来那个质感完全不一样 你就只想就搂着他睡觉的时候 就想摸着他的脸 触感是那种感觉碰一下声弹 我动 我动 我要是现在能够摸到我小时候的脸 我就这么摸着睡觉 摸着就 就弯着你的脸就睡着了 你刚才说 我小时候可以 其实我觉得你小时候挺快的 我小时候 你小时候喜欢 把帽子扣过来 对不对 穿一个小鞋 穿一个大鞋 大大 短裤 很熟的 白套 吃饭的时候 走我们去了 拉卡了 小时候最大的耻辱就是我的穿搭 所以说我现在长大之后 一定要把她穿搭给搞好 还好挺可爱的 确实是你小时候的婴儿肥 挺可爱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点啊 我觉得就是你看 大家给大家进去看一下这个脸 我自动往下拉 你们不用拉 来给大家 来让摸不到的boss们 来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你们懂吗 你们懂吗 这种完美完美的皮肤 他就这种Q弹 就是我觉得我怀疑 家伙哥等长大之后 或者老了之后 也是这样一皮肤 你知道我 其实刚回来 分配好这个房间的时候 我这么想 当时你还是很高 还是很大块 我翻了个身 然后那个床 有那个嘖嘖嘖嘖的声音 然后我听见你这样一声 然后你也翻了个身 然后我就说在想 完了 是不是我翻了个身 动机太大了 瞬间我的呼吸变成这样 我就害怕如果 如果 如果我声音再大一点 太难了 就会生气的 那种 然后这个时候 你把门一翻走 然后直接搞 救命啊 救命 其实你知道我有很叹息吗 因为 我来看小说 看着正入迷 就是这么打正激烈的 然后突然 然后出发 然后坐着明天更新 睡觉了 可能刚好就卡了 我们翻身的这个点 这真准 老师这把我吓得一晚上惯得多 但是最近呢 我去这个狗子 有点 有狗不念那样 你跟狗狗 你俩真的是最近走火入魔了 我就觉得 笑得不停了 对 刚练完露虎 就是都是应该是贼困 其实很累的 对 但是 就是很奇怪的点 就是因为你刚运动完 身体还处在一个 就是非常就是 有能量的一个状态 就是你刚躺下的时候 是睡不着的 是 当时这会 因为我们和狗真的没停 它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没有 就什么都没有 两个人在那儿躺 就是干笑 就是干笑 就是硬笑 没有任何点的笑 哈哈 他俩能笑 至少能持续十到二分钟 就在这一直不停的笑 哈哈哈哈 我俩这么笑 你也笑 不看谁也不看 然后也不看谁也不看 不看 就是会笑 然后 好 我说狗有背骨 狗有背骨 然后就太久了 我就听到他说 抢背了 然后要亮五日子也要笑 因为我发现 一直不停 累傻 累傻 然后 他就是一个真的让人 就是很省心 比较偏稳重的一个孩子 因为当时毕竟男朋友还小 就是想喜欢 就喜欢玩 说实话早上时间都玩 确实太枯燥了 光练习的话 对的 就特别想玩 其实因为其实一个人真的很累 因为一个人关五个人的时候 你可能被他们五个人给带跑 哈哈哈 你们在干嘛 我们来练习的好了 小伯格我们在玩 要不要接受我们 好呀好呀好呀 哈哈 哈哈 就是咱们到后来就是 随着年龄慢慢长大 效率 都会去意识到这个问题 咱们不能一直玩 工作 咱们也不是来玩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龙龙其实做得很好 谢谢 你是有一天我就觉得突然就是改变了 就突然改变了 就是突然就是我练习 我觉得挺好 慢慢长大 留着你们管了 这次都玩 我都不会玩 叫我哥我们来看一起吧 行不行 我还要玩 哈哈 我还要玩 我要把你们两个一起玩的都补回来 哈哈哈哈 哈哈 虽然我知道 打完球 我知道你要穿啥 人生都会帅 头盔球很帅 但我不理解的是 为什么那么热 那么冷你们还出去吧 我觉得就是男生对于篮球就是一种偏执的热爱了 当时我们下单就买别人 从冰箱里拿开那种冰水 就放在球场边 打完之后就直接就灌一口凉水 就很舒服 你记得你笑死我 我要跟大家吐槽一下 你是戴着那个口罩的 我记不住 不听不听不听 我记不住 我记不住 你是戴着那个海绵口罩的 当时这里是被吓黑的 口罩的部分是没有被吓黑的 只有这一块被吓黑了 狗狗呢 他就是打完球 完全不戴口罩 然后全黑 最好一点是我恢复得快 真的 就是我从小被晒黑或者干嘛 我总是恢复得很快 狗狗就是 可能黑了就一直黑下去了 从小到大的我们就有毛病 还丢三把四 很健忘 超级健忘 最近早上就是一会儿时间 他就运了个衣服 找了三次手机 而且三次在不同的地方 第一次是在楼上 第二次是在地下室 第三次呢我就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你在哪上去 这就是典型 看见没有 其实我会帮别人 别人check好有没有带好东西 但是我自己的东西 我不知道放哪 比如说狗问 你帮我手机放哪 我会知道 在楼上 我的桌子上哪哪哪哪哪哪哪 但我自己的东西 我问你 你知道我手机还给我打了电话 然后弟弟们经常吐槽我 也事情是什么 经常 你拍我 问我几点待会儿要干嘛 一会儿干嘛 你直接问我几点 你直接跟你接我 就比我有点快 我要问什么来的 等会儿 你问我先几点了 先几点 先几点 然后说啥 现在几点了 先几点了 不能办 又干嘛 又要吃饭 又要吃饭 哎呀我怎么抱呢 你应该先问我 你问我七点了 我现在我要干嘛 然后我说 呃现在吃饭 呃八点半才去练习 我现在还现在练习 不是我 我很晚了 你在脸上我干嘛 四二一 现在几点了 现在五点半 一会儿干嘛 呃现在吃饭 八点半 现在有练习 然后过了 几十秒 到时候几点下去 不是 有意思吗 有意思吗 家伍哥的比较选 拖时间 拖延症 早期 早期 不是那么能拖 是你完全没 一直没有说 我现在已经到了晚期了 以后拖延症了 简称拖癌 拖延癌 比如说 早上九点就出发了 八点半叫家伍哥 我说家伍哥 哎你们可以去洗澡 这个时候家伯父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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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不是进净的方便